环球大戰線 深入世界最前線 所有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 前立法委員林玉芳委員 大家好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靜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所 助理教授林苡佑老師 思敏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 我們要特別來帶您關心的是 軍事的議題了 美國的F35戰機即將要進入量產階段 而且現在呢 把眼光望向了整個印太地區 預估數量將會達到300架這麼多 對上這個區域 另外一個強權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會拿下什麼樣的壓箱寶 來面對威脅 今天節目我們都會一起 帶您來做解析 這個美中的軍事大PK 現場會有軍事戰略專家 我們都會一起來看 下來關心的是 美國的國防部次長 拉普蘭特在3月12號這一天 他宣布了 F35的逆宗戰機已經進入到了里程碑 他說這個叫做里程碑C的一個階段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研發還有低速初始生產階段 現在已經結束 正式進入到的是全速的一個生產階段了 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F35 它是其實從2001年10月26號開始的 耗時非常的長 時間長達了22年又4個月的研發生產過程 那麼這個研發跟生產的架次現在已經來到了990架 確定採購這些逆宗戰機的國家目前超過18個 這當中包括我們今天接下來會討論到的盟友 包括了日本跟南韓在內 先來請教張靖老師怎麼看 我剛說F35戰機已經要來全面進入到全速生產階段 第一個問題想要問說 代表它的發展已經逐漸成熟了嗎 再來研發階段剛剛說了已經到了990架 未來進入全速的生產階段 這個量還會變得多大 我想可能我要教大家一個冷水 因為現在戰機越來越昂貴 而且它的整個整體後勤的資源也越來越昂貴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現在不是世界大戰時期 我舉一些數字給大家聽一聽 這個前蘇聯的一流升的二型 它生產了36,183架 英國的噴火式戰機生產了20351架 這個德國的FW190生產了2萬架以上 就連轟炸機B24生產了18,000架 B17生產了12,000架 那在冷戰時期的米格21生產了11,000架 米格15生產了18,000架 那我們就算是比較尖銳的現代戰機好了 F16生產了4604架 這個F4U04戰機生產了5195架 F5相對只有2,224架 而這個我們用的國家用的最久的F1動式 新式戰舟機 花了幾十年時間生產了2,578架 所以現在這個990架 你要看它後續的延長 就是說繼續要生產 我想它至少還可以再繼續生產20年 所以它有沒有希望就是說 這是超過我前面講的大概4、5000架 這個可能性存在 但是世界假如越動亂 真的打起世界大戰 你再貴你都得買 所以假如說是像冷戰時期那樣子的話 我想大概最多你能夠生產到2,500架就不錯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現在大家要看到有沒有 就是這種飛機這麼貴 而且保養了它的技術檔次越來越高 很多國家根本就不敢用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開得起這個就是保時捷 或者說是這個蘭波基尼 或者說是這個叫做Rose Rice 對不對 那有些的一般的國民車能夠開開就好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就是說 能不能有沒有必要去買這麼貴的戰機 它能不能找到市場 我覺得這個拉普蘭特 可能稍微過度樂觀的一點 但是假如說按照現在 這個全球的戰爭威脅 而且緊張情勢越來越提升 我覺得假如就這個生產的數量 那其實就要看這個世界 究竟是相對安寧 還是真的爆發世界大戰來定了 是 好 目前美方定的目標 剛剛已經特別提到 就是300架在印太地區 那包括了美國之外 還有日本跟南海的部分 我們看看它做了什麼樣的部署 F35進入了全數生產第一島鏈的部署 剛剛提到是300架 那我們來看到這位是美國的太平洋陸軍司令 他叫弗林 他也宣布了 從2023年底開始 他會逐步的 將這個F35A來接替在目前加首納基地的服役多年的F15CD 好 另外來先來關心一下我們剛剛說到的日本跟這個南韓的部分 先來看到日本是計劃採購147架 包括了105架 好 分成是這個105架的F35A 另外還有42架是F35B這兩款 那整體來看呢 未來光是美日部署在日本的這個數量 F35的數量可能就會超過 畫面上看到240架 南韓的部分剛剛提到了 2028年它則是預估完成可以它的採購 會達到60架在F35A的部分 好 也代表美日韓現在三國一起部署在第一島鏈 剛剛說了300架以上F35 對中共會形成多大的戰力的壓迫 預防委員怎麼看 這個F35是我們一直都想要買 因為它真的是很適合我們的海島作戰 因為它的 像它B型 這個35B 它可以短長起降 所以我們即使我們的機場被摧毀的話 它也可以找到很多地方 可以起飛或是下降這樣子 可是大概是不容易 因為它是一個 現在全世界被用了最多的五代機 而且性能非常好 不僅這個作戰的半徑長 這個載單量也大 而且最重要它逆中 而且它逆中的這個性能是非常強的 那你講說這300架加在一起 其實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那個Data Link 美國跟日本跟韓國 他們戰機 特別F35這個共同的同型的戰機上面 他們Data Link做得非常好 資料連結 所以可以在同時或在不同的時間 起飛在空中進行聯絡 聯合作戰 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是一個空中的一個很大的這樣的一個長城 因為他們是捍衛了領空 是這個空域是非常的廣 我們剛剛講過 其他的這個作戰半徑算是很不錯的 所以你想想看從美軍 韓國 日本 這個加起來 對中國大陸東部的這種空域 海上的這樣的一個壓制是很大的 因為這個F35的飛機的 對地對海的攻擊能力都非常強 它是一個多用途的飛機 它不只有空戰去進行攔截 它對地的攻擊 你看它所攜帶的這些武器 都非常適合對地跟對海的攻擊 所以這個整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整個東部的海域要出來 就會受到很大的壓制 是 好 美日韓聯手 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就會越來越大 我們特別來關心到這個日本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是147架 是在F35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 特別要來研究的是 另外一艘是F35B 它的特色是短場的一個起飛 還有一個垂直降落 被運用在的是畫面上 您看到這個直升機護衛艦 出雲號還有另外一個是加賀號 那日本防衛省就說 相關計畫可以維持日本 它在西南地區的空優 那也加速建構九州地區的賀族 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說 為什麼是在這兩艘上面 那未來這兩艘直升機護衛艦 可以變成航母嗎 老師怎麼看 這一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先看的就是說 日本它過去的一個防衛的方向 或是它的一個防衛戰略 其實在冷戰的一個時候 原本日本它的一個重兵 是放在北海道 因為當時有可能是蘇聯 有可能會從這邊打過來 所以它的一個重兵裝甲部隊 或者它的一個 我們常常講的一個 陸上防衛的一個重兵力 都放在北海道這裡 可是隨著蘇聯的一個解體 以及現在的一個軍事戰略的一個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日本來說 它的一個防衛 逐漸的去放到它的一個 所謂他們叫西南島嶼防衛作戰 就是所謂的在九州 甚至是在沖繩 甚至是沿到台灣海峽等等 這一個部分一路的一個延伸 那為什麼對日本來講 它的一個防衛要去做這樣的轉變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 可能是假想敵對它的威脅 從過去的蘇聯 以及之前的北朝鮮打的飛彈 但是實際上會對它 造成海上交通線的阻斷的 這邊不用多說 當然就是中國大陸 因為我們可以去看到的 對日本來講 它一直深受一個 我們講二戰的教訓 二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日軍會打敗 他們有什麼大核號 有什麼赤城加賀 蒼龍飛龍 很多的這些雙倍精良的海軍 可是為什麼它最後會失敗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美軍當時切斷了它的海上交通線 讓它的一個能源補給線 沒有辦法從印尼這一邊 源源不絕地運到日本本土 所以到最後它也只能被接受美軍 被美軍這樣轟炸 所以在這一次 這一個歷史的教訓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 它會了解到它必須需要 有這樣子一個強一個海軍 或者是海上的實力 結合現在我們講的 它如果配備的F-35B的話 可以讓它在這一個區域 能夠有更多的一個兵力上面的投射 甚至是之前我們有提到的是 它為什麼會需要這個直升機 護衛艦放上F-35 讓它有一點類似類航母的一個作用 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如果它只是單純的從地面去起飛的話 甚至是在地面的一個機場 或是地面的防空火力的話 它沒有辦法把它的兵力 可能再往南投射到南海這個地方 所以在照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它會嘗試的是 讓它的一個海上的一個武力 能夠不只是跟美國一樣的一個 有通通的協助美國 甚至是如果今天美國不一定能夠去介入 第一島鏈的一個防衛的話 它也要有能夠自我防衛的一個能力 好 另外我們也來看到這個 現在針對美國出招 中國大陸做了哪一些反制行動 好 中國也有殺招 我們來看到它的是這個 偵測的逆蹤戰機 畫面上您看到是中國最新研發的 敖龍雷達相關參數 好 現在目前是沒有公布 但是外界也在研判 但是一種採用顛覆性的技術 叫做米波雷達 好 米波雷達它的工作頻率 大約是落在30到300兆赫 能夠追蹤到F35嗎 請教張靖老師怎麼看它的一個 徵收的能力 真的能夠找到F35嗎 來反制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第一米波雷達 並不是什麼工藝中特別 就是這個新發展 米波雷達其實是 就是防空預警雷達 從300這個 這個30MHz到300MHz 是經常出現的波段 因為那個地方是 對於它的工作波段而言 最理想 第二 這個敖龍雷達 它本身就是奠基於 已經有好幾個就已經存在的雷達 就防空雷達而言的話 在中國大陸已經推出了 現在有七八種就是這個 在過去40年來 不同的這個服役的型號 所以它也不可能有什麼 革命性的躍進 但是就是你今天要是 偵測以及反制 這些逆中的飛機的話 始終不光只有單純雷達 有很多時候還用很多的被動 或者熱源 很多的偵測的方式 這個我們大家都看過 這個有很多有個美國電影 講說偵測到那個F11軌的雷達 用衛星追射熱源 那個也是其中的一個手段 另外就是在所有未來 這個日本自衛隊 或者說美軍 駐防的基地的周邊 也有很多的這個疊報的幹員 當它起飛的時候 它也有適當的通報系統 也有經由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現在的網際網路去通報 所以去掌握它 那一般上來講的話 這些偵測情報的話 就是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所以你沒有說辦法去找出 一個這種無敵的雷達 讓逆中完全這個消失 它要很多的因素 然後把它逗起來湊在這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 就是說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這個逆中的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這個逆中的東西 它自己人怎麼看到它 對不對 自己人萬一看不到 很可能會有霧疾 對不對 所以逆中的作戰之中 它要這個在空中 能否能夠切換 當我要被我友軍看到的時候 我要切換成 讓它可以看得到 當我要突穿人家空防的時候 我要想辦法能夠保持逆中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很簡單 因為現在逆中戰機只是部分的功能 絕大部分是靠高效能的 對地的這個武器 是靠飛彈的空對地的飛彈去突防 而不是靠飛機去突防 這就是為什麼就是這個B-52轟炸機 還能繼續存活 但是B-1跟B-2這個轟炸機 它是逆中的 它卻被淘汰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個整個去扶勤的成本太高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大家不要去迷信什麼新東西 因為新東西很可能就是我剛剛所講 Lamborghini不是每個人養得起 這個Rose rice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吃個 吃得下來的 所以有很多東西人家講說 它要休克短網 又便宜 這個性價比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都講說未來的戰爭 你要帶著算盤 計算機來打仗 不是沒有道理的 是 好 面對這個逆中戰機 中國大陸 剛剛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 不只是要雷達而已 還有什麼熱源等等其他的技術 委員怎麼看要怎麼應對 這一款的雷達 當然是很新穎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對它非常有信心 不過我看中科院出來的張誠博士 他提了 他說他的這個雷達的精密度不夠 他是以公尺為單位 所以你用公尺為單位 那你雷達的精密度就一定 沒有那樣子的 沒有那樣的 那樣的好 不過我的感覺是這樣 軍事科技的進步 這其實很嚇人 我記得當時在發展之後 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時候 克林頓當總統 他講一句話說 這個是很難成功的 你看你就像兩個人拿子彈對射一樣 子彈 兩顆子彈要在空中 要碰撞在一起 這很難 他對方的飛彈飛這麼快 然後我們的飛彈 要去攔截它也速度這麼快 大家在空中要相碰 這個很難 所以克林頓當時講這個話 我是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你看 現在你想攔截飛彈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不僅是低空 你中空你都可以攔截到 敵方來襲的這個飛彈 你看愛國者飛彈 現在就打得非常的精準 所以科技的進步是很快的 現在中國大陸這個 目前所謂的米波雷達 這個科技是讓很多人覺得 這是真的是很棒 但是我相信美國會很快 會針對米波雷達的缺點 會找到因應之道 反正這個戰爭人 這個來講說好戰 人類好戰 因為好戰一直想要贏得對方 所以你就會用盡你的腦汁 所以武器的進步 真的是一日千里 所以你現在講說 米波雷達非常好 搞不好美國過一陣子就說 他已經破解了米波雷達了 所以對他的逆中國戰機的保護 不會有問題了這樣 所以這個還要看 要放在比較長的時間來看 看米波雷達在未來 可能稱雄個3年5年 有沒有辦法稱雄10年 這就不知道了 好看完科技技術的PK 我們再來看的是這個戰機的PK 我們請尹佑老師來幫我們看到 現在香港的文匯網 他是說要對上美軍的F35 他們中國大陸的部分 拿出的是殲35 他說這個參數的性能的部分 很多都超越了美軍 老師你怎麼看 這兩台戰機 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看的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空戰 已經基本上不會再像是 我們過去講的這個 狗戰狗戰狗戰 去進行空中慘鬥 會去進行一對一的 一個空戰的機會 其實就現在來看機會並不大 因為其實這也是最近在一些 美國的一個空軍的期刊裡面 其實他們有講過一篇叫做 未來沒有空戰英雄 我們講空戰英雄 你要打下五架飛機 才是叫做那一個空戰英雄 空戰王牌 那這一個 現在為什麼他會說 現在很難去說 出現在這個所謂的空戰英雄呢 因為其實就F35的設計理念 他基本上他不完全是一個 專門用來做一個 一對一打架的這種飛機 相對來講的話 他比較類似 這次在新加坡行長 我也有跟F35的飛行員 我們有跟他聊了一下 他就講說這一架飛機 其實有一點像是會飛的iPhone 它是一個整合了所有的一些 我們講的網際網路也好 或C4ISR也好 或者是他是善用他的逆鐘 來進行往前推進 然後同時用他的一個數據 傳遞給後方發射的平台 所以有可能今天 不是這一架飛機去進行攻擊 而是他把訊號傳遞到後面 給後面的可能F15 或甚至是地面的愛國者飛彈 或者是海軍的這個標準飛彈 海軍的這一些 來進行防空作戰 所以會變成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作戰概念 已經很難去做這樣 單純的兩架飛機的比對 那這也是未來的一個戰鬥 我們常常會說 是一個System of System 是一個系統對抗的一個時代 那現代的問題就是說 好 美軍在實驗這樣的作戰打法 我們在他逐年 歷年的Rain Pack演習 其實都可以看到 那另外就是解放軍在這一邊 沒有錯 他有殲35 但是他的殲35 以及他的一個空軍 空軍跟其他陸軍 跟海軍的整合能力為和 我會認為未來我們要看的 已經不會是兩架戰機的 單純性能比 而是要考量到 除了飛官性能 以及這個系統整合 以及還有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常說空戰出英雄 地勤一半攻 最重要的地勤能力 地勤維護能力 能不能去維持這個 龐大的Rain Pack 或者是龐大的這種重型跑車 重型跑車 那他的一個維護 能不能跟得上 我想其實這一些 對兩方來說 都還在試驗跟摸索 所以這樣簡單來講 是共軍有機會去突破 美國的這個系統 單純的飛機來看的話 我覺得其實共軍一直的問題 就從來都不會是在 這一個先進科技上面 他的問題其實是在 人為的一個管理 以及人為的一個 人為管理 以及在整體的一個 鏈集 系統鏈集上面 我覺得這一點 會是解放軍 相對來說 比較難以突破的一點 其實最簡單 應該這樣講 共軍的第一優先 源頭打擊 第二 超世界決戰 所以真正晉升的 這些纏鬥 根本都是最後了 最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要把它想到 這是兩個交響樂團在拼唱 你不要把兩個小提琴手 拿出來拼唱 那個是不科學的 要兩個誰能夠發揮整體戰力 誰就是贏家 謝謝張哲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